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丈夫名叫苏军在市区经营一家药材超时 作为一名医生本该更知道孕期的安全保护措施 可是第一次的怀孕还是发生了意外 2017年我的丈夫苏军因为听从了婆婆的建议 固执地把资金投到了一家老年保健品公司 并成为市区总代理 仅仅两个月后就因为保健品涉嫌虚假广告 被强制停止经营进行整顿 资金本来就不宽裕的药材超时被迫关门 药材超时投入了我和苏军结婚两年来的全部鲜血 我也因为丈夫的事业把怀孕计划一再推迟 那次事件如果不是婆婆对苏军多次好男人就该闯一闯 越是有风险投资回报越大的劝说 估计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能赚回所有的投资 那时我已经怀孕七个月 还挺着肚子坚持上班 因为超时的关门的事儿 我对婆婆难免心生怨言 也多次和苏军发生争执 争吵之后的苏军就跑到婆婆的家里 喝酒睡觉 几天几夜也不回家 我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儿后 专门从乡下跑过来看我 还大包小包带来了很多土产品 火车到站时间是夜里十点 我打电话给苏军让他去车站接父亲 他电话都没接 我只好挺着肚子去了 火车站把父亲接了回来 到家的时候 手提正务的我不小心从楼梯上滑倒 也就是这次意外 我的第一个孩子流了产 孩子是个男孩 第二天婆婆和苏军赶到了医院 看到已是小手小脚的死胎 婆婆放声大哭 苏军也流了眼泪 婆婆问明了我流产的原因 把恼怒的目光看上了我的父亲 含糊的父亲知道此事是因他而起 低下头不敢说话 其实婆婆和我父亲的伯母 远不止于如此 在我和苏军刚刚被人介绍认识的时候 婆婆就曾对我父亲抱有怨言 我的父亲在我们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曾经到火花场里工作了六年 在那最困难的六年里 我的母亲因为宫颈癌缺失 我考上了大学 但我两岁的哥哥还在读大三 父亲用六年火丧场的工作 挺过了我们家里最困难的时期 可是也就是父亲这段不光彩的工作经历 让婆婆对我父亲有很大的成见 这个工作真的很不吉利 晦气 看到他我就害怕 婆婆不止一次对我和苏军说 也就是这次意外的流产 婆婆一晚怨言对准了我的父亲 走到哪里就坏到哪里 连自己的亲孙子都没逃过 失去了孙子 婆婆对我父亲的反感到了极致 而我的丈夫苏军 对于婆婆的指责保持了沉默 我希望她能够站在我的位子上 为父亲说几句话 可是每当婆婆撕破脸皮地指责我的父亲 苏军要么一字不说 要么躲了出去 那时 我和他因为药材超市倒闭 而产生的矛盾还没有消除 生怕对他的不满 又会戳破旧的伤疤 就一直忍着 在我出院的第一天 我的父亲就回了老家 临走的时候 连句道别的话都没说 只是偷偷在我的枕头下 留下了五千元钱 两个月后 我又回到了医院工作 苏军却是父亲在家 无所事实 偶尔我对他埋怨几句 第二天婆婆就会过来找我 你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 男人的事可以少管 记得刚和苏军谈恋爱的时候 我感到她是个孝顺母亲 对我心里体贴的男人 那时 我拿出了工作后所有的期许 支持了苏军创业 我对我俩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可是现在 她对于婆婆的过分依赖 已经成了我俩之间 矛盾的主要根源 对于长辈 我一直有一个要尊敬的观念 我只好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她俩的事不再过分 一年后 婆婆用她居住的那套房子作为抵押 通过银行贷款 再次把要点开张 作为妻子的我 忍不住叮咛了一句 前车之间 千万不要再做头巧的事 婆婆又是对我瞪了眼 什么前车之间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才算是个男人 我放弃了对苏军的劝告 觉得她已有过以前的教训 总会有此之之明 那时我已经28岁 觉得这是一个女人 最佳的备孕年龄 我把自己的工资攒了起来 准备第二次备孕 2020年9月 我如愿以偿再次怀孕 婆婆和苏军也非常高兴 一再嘱咐我注意身体 千万别再出什么意外 偶尔提起上次流产的原因 婆婆也会潜尝则治 这事都过去了 再提会影响心强 2020年11月 肚子里的宝宝已经三个月 一直为宝宝健康发育 而高兴的我 再次迎来了不好的消息 就像第一次怀孕时 发生的状况如出一辙 苏军的药材店 因为批发劣质药材 被举报 十几万元的药材 被执法部门没收 店门被贴上了封条 银行的工作人员 也找上了家门 并下了书面通知说 如果到期不能 暗示还清贷款 就会依法起诉 拍卖婆婆用作抵押的房产 也就在此时 我的父亲又出了事 62岁的他 回家在村里的建筑队上 干零工 被一辆拉扎火凝土 预制木板的车辆 撞伤腿骨骨骨折 那是我的哥哥 被公司派驻 往新加坡工作 他知道父亲的消息后 让我赶快把父亲 接到我所工作的医院 并把父亲预计的医疗费 转给了我 家里的事情 已经让我焦头烂额 可是父亲在乡镇医院 做完结果手术后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像他这么大的年龄 恢复期需要长达半年 作为女儿 我不能不管 无奈这下 我只好开车 再次把父亲 接到了身边 父亲对于 再次来往我家 还是非常抗拒 可是我和哥哥 都不能在他身边 最后也只好同意 父亲来后 住到了医院 我询问了骨骨的同事 他们建议 父亲在医院恢复 一段时间后 就可以接回家照顾 在医院里 也没有多大意义 老人腿骨的恢复 是需要时间的 这次父亲的到来 彻底忍动了婆婆 本来心情就不好的 她直接把话挑明了 你父亲已经来了 可以住在医院里 但是不准你亲自照顾 也不准她到我们家 对于婆婆不允许 我亲自照顾我父亲 还是来自于 她对于父亲曾经是个 和死人打过交道有关 尤其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流产 更是让她确信了 我父亲 走到哪里都会晦气 婆婆的屋里 已经让我对她心灰意冷 深夜我再次征询 苏俊的意见 苏俊扭过头 家里够乱的了 最好不要再给我添堵 一个高校大学生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根本就不是学识的问题 而是她骨子里 对婆婆顺从地写信 那一夜我感到孤独无助 丈夫就躺在身边 可是她已经不再属于 我心里的人 这么多年 我习惯了对家里人 报喜不报忧 这次深深的无助感 让我忍不住 给远在新加坡的哥哥 打了电话 这么多年 你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我哥听完我说的话 语气里带着指责 大是大非都不能变轻的人 你也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离婚 我的心里第一次想过这个念头 可是这个念头 一旦从心里冒了出来 就再也收拢不住 那一夜我彻底失眠了 父亲还在医院里 肚子里的宝宝刚刚六个月 丈夫的冷淡 婆婆的无礼 所有的事情都像对我高喊 离开这里 就不能好好活下去吗 一夜的沉思 我打定了主意 又过了一个月 看着父亲已经能够下地走动 我把父亲接到我的家里 父亲犹豫着 我用手掺着他 这是你闺女的家 谁也管不着 婆婆当天过来就发了标 大呼小叫地让我父亲快走 我冷冷地制止了他 在没离婚之前 我有权做这个决定 婆婆听了我的离婚 两个字愣在那里 稍后就对我父亲大骂 我就知道只要你一来 就会带来晦气 想要离婚 等把我孙子生下来再说 婆婆说完 气冲冲地走了 父亲感到有些不安 孩子 爸爸是不是真的跟你 带来了晦气啊 我 我还是走吧 爸 你瞎想什么 那几年 如果不是你供我和我哥 读了大学 我们兄弟现在 还会在家里种地呢 你给我们带来的 是多大的福气啊 哪里有什么晦气 父亲听了 流着泪点了点头 离婚的事竟然提了出来 我准备好好和苏君谈谈 毕竟我们也有过 甜蜜的恋爱 感情基础也不是没有 好聚好散 这是我希望的结果 晚饭时苏君回到了家 手里提着买好的饭菜 他走到我父亲面前 笑着叫声罢 弄得父亲先是一愣 又连忙笑着答应了 苏君态度的 诸然变化 弄得我莫名其妙 吃饭时 苏君给我父亲夹了菜 饭后又体贴地倒了杯热水 放到父亲的跟前 话语里也是满是 对父亲的关心 我把离婚儿子憋在心里 不知道该如何提出来 就在这时苏君又说 婆婆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准备明天也搬了过来 她要照顾我的父亲 让我和苏君安心看自己的事情 苏君看出了我的差异 对我一笑 都是一家人 以后别提离婚的事 咱妈是真的后悔了 你原谅她一次就行了 第二天 婆婆就搬了过来 房间和我父亲的紧挨着 既然婆婆主动示好 我也不好说什么 父亲知道我的婆婆要照顾她 显得有些扭捏 婆婆却半年没有生分 直接抱着父亲换洗的衣服 去了卫生间 那天我下班回到了家 婆婆早就做好了饭菜 阳台上晾身的衣服都已经干了 婆婆的表现落差太大 我隐隐感到不放心 看起来婆婆是个勤快人 自从她搬过来后 家里的事根本不用我操心 我偷偷问我父亲 婆婆对她照顾得怎么样 父亲满意地点了点头 照顾得太好了 我都感到不好意思 而婆婆也像是心情大好 除了洗衣做饭 做那些家务活 有空还掺着我父亲 出去晒晒太阳 太阳晒晒身体会恢复得快 等你身体棒实了 我教你跳广场舞去 真的很贴心 父亲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 明显看出来全身都轻松了 你婆婆这个人啊 其实也不坏 在婆婆精心地照料下 父亲的腿恢复得很快 一个月后 差不多可以正常行走了 家庭一片和睦 离婚的念头也慢慢地收了回来 谁不希望有个完整的家庭呢 可就在我以为 从此就会相安无事的时候 还是出了事 这件事直接把我对这个家庭的幻想 积了个粉碎 那天我刚要下班 医院接到救护通知 一场重大交通事故 导致一死三伤 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要加班 我给父亲打了电话 让他们不要等我 等到我们忙完手术 已经凌晨五点 当我满身疲惫地打开房门 看到了让我惊呆的一幕 我的父亲颓气地坐在沙发上 双手抱头光着上身 身上还有几道在低血的血痕 而在我婆婆的卧室里 房门紧闭 传来婆婆时段时序的哭声 爸 你这是 怎么了 衣服呢 我吓了一跳 连忙问我的父亲 父亲把通红的脸拥了过去 莫不作声 我连忙找了一件苏军的衣服 给他披上 就在这时 婆婆哭着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扑到我父亲的身上 又撕又打 而我的父亲全然没有反抗 只是用手护住脑袋 用力地锁着身子 我吃力地把婆婆拉开 这时我才注意到 婆婆穿着睡衣 打斗中 睡衣既带松开了 婆婆睡衣里面 什么也没穿 我脑海里面迅速出现 一幕肮脏的画面 吓得我把婆婆 拉到她的卧室 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婆婆从床头 拿起一条红色内裤 扔到我的身边 趴在了床上 放声大哭 你父亲就是个畜生 他把我欺负了 我拿起那条内裤 那个部位 还有斑斑痕迹 很显然 婆婆所谓的 被我父亲欺负 这个罪名可不清 我妈死得早 父亲独自把我们兄妹 拉扯大 期间也有人想 给我父亲再找个女人 都被一口拒绝 孩子妈走了 我这辈子 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心思 那时我父亲的态度 很坚决 我妈死了十几年了 她的遗像从正房的桌上 被父亲挪到了卧室 始终干干净净地 放在父亲的枕边 在我拿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 父亲在卧室 对着母亲的遗像流了泪 你们这么有出现 有一天 我去见了你妈 她不定有多高兴 这样的父亲 怎么会做出 如此糊涂的事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我也不得不相信 我怒气冲冲地 走到父亲身边 把那条内裤 扔到他的身上 爸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这么知道啊 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躺在他的床上 那 那你为什么躺在他的床上啊 你是怎么上去的 我真的不知道 昨晚我记得 吃完饭就睡了 怎么去了他的床上 我也很奇怪 苏军呢 苏军哪里去了 昨晚回家吃过晚饭 接了个电话 说出门办事不回家了 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总该告诉苏军 可是电话打了过去 现实关机 这边是修贵难当的父亲 那边是被欺负 哭哭泣泣的婆婆 当时我心里 其实挺害怕的 如果婆婆把这件事报警 我父亲不仅会坐牢 这么大年纪 托墨星子也能把他淹死 我走进婆婆的卧室 婆婆依然在流眼泪 当我问他这件事 该怎么处理时 婆婆想了一下对我说 这样的丑事要是传出去 我还怎么做人 我也是守了多年寡的人了 一辈子的清白 都让你父亲给毁了 最后我婆婆商量好了 家丑就不再外扬了 但是我父亲 必须离开这里 滚得远远了 永远不要让我再看到他 婆婆咬了牙说 嘴唇都被咬出了血印 这样的事发生了 婆婆就是不说 我的父亲也无法继续住在这里 好在父亲的腿骨 也痊愈得差不多了 回家后自己注意一点就行 于是我满口答应了 我和父亲说明了婆婆的意思 父亲点了点头 我真的是老糊涂了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丑事 可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 我怎么会伤了他的床 再说我睡觉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脱光衣服的习惯了 老爸是不是有点冤的 说完 老爸忽然小声对我说了句话 我听了大吃一惊 下午四点 我从试DNA检测中心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份鉴定结果 鉴定结果显示 婆婆的内裤上 果然提取掉了我父亲的DNA数据 看到这个结果 我吓得后背都流了汗 难道婆婆真的没有冤枉我的父亲吗 忐忑不安地我直接去了医院 化验室里 我的同事递给我一份化验单 我看了一下 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化验单上显示 婆婆内裤上的斑痕 根本就不是经验形成的 虽然也提取到了父亲的DNA数据 但是也不能证明 父亲对婆婆有不轨的行为 后来我才知道 这也是婆婆为了逼走我父亲而做的手脚 而在另一张化验单上 则是父亲吃饭时 喝了婆婆递给她的一杯水 在水杯里的残留物里 化验出了迷药成分 婆婆这是费了多大的心思啊 不就是想要逼我父亲走吗 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回到家后 苏军也已经回来了 正在客厅里和我父亲说话 我父亲低着头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苏军看到我 站起来对着我就是一顿乱吼 你说我妈对你爸多好啊 你爸竟然做了这样的事 传扬出去 连我们这些小辈都抬不起头来 你错了 不是我爸太不起头 是你妈太不起头 苏军 告诉你妈 以后再也不用动脑子演戏了 我坐在父亲身边 把几张经历结果的复印件 扔到了苏军面前 让你妈看看 到底谁是老流氓 婆婆听到了我们说的话 从卧室里冲了出来 一把抢过那张化验单 把复印件撕了个粉碎 对 我就是不想让你父亲住在这里 他走到哪里都会带来晦气 我的大孙子没了 我不能眼看着二孙子 再出什么意外 要不是你拿离婚逼我们 我会低声下气地伺候你爸 我早就光明正大地 把你爸赶出去了 不用你赶了 这次就是你想留也留不住了 我打断了婆婆的话 回头对苏军说 离婚吧 尽快把离婚手续办了 我会提出一份财产分割协议 看在你妈是长辈的面子上 她做的丑事我可以保密 要不然 就法庭上捡 到时候我会把所有的资料 交给我的律师 包括你们做的这些肮脏的事情 好 我都同意 苏军瞪了一眼婆婆 那 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他可是我的儿子啊 你配做个父亲吗 你自己都没有长大 你怎么做父亲 你还是守着你的老娘再长几年吧 第二天 苏军就搬到了婆婆家里 这也是我提出的意见 在离婚协议达成之前 她和婆婆不会再回到这个家 一个月后 我和苏军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按照我俩的离婚协议 我只要了我自己的存款 和房产的一半 但是 不承担药材超市所欠押的债务 几天后 我就征求了院领导的意见 决定在家安心养胎 我请了长假 找了个保姆 安心等待保姆的到来 我今年刚刚29岁 肚子里的宝宝已经八个多月了 人生的路还很长 宝宝生下后 我计划在单位附近买一套房子 把附近接来 面积可以小一点 起码也是一个 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方 至于婚姻 如果没有合适的 我宁愿不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